這個廉址我們不太講 我們今天要講 深波的運用 深波 我們 有聽過 聖誕系統嗎 什麼是聖誕系統 聖誕系統 停 停 停 來自解 因為在船的底下 然後 會傳一個深波 然後彈到口下的廉址 就會彈航回來 你們收到了 你就會知道離廉址有多遠 他怎麼知道離廉址有多遠 你測那個時間 測那個時間 這是船在找 船也會開心 第一個他可能擔心狀況按膠 他可能就沒有個大石頭 不知道 一般來講船 你表面上看到是一點點 那裡面可能是 離廉址還蠻有深度的 他離水面是有深度的 所以船可能撞到暗膠 所以船要不斷地去理解說 水裡面到底什麼東西 我會這樣 好 他知道水裡面到底什麼東西 然後他就需要 用一個 深波 好 撞到了 撞到之後呢 他就會反彈回來 然後就會想 草室裡面不好發現 沒關係 而且你還不好歪的 沒關係 大實上是這個意思 不可以 他是這樣下來 然後他就這樣彈回去 彈線是歪的 好 這石頭有不同的形狀 你看它反射出來有不同的結果 這是我們常見的 這是魚船上用的聲波 聲納系統 那我們其他地方哪邊用的聲納系統呢 軍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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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師用飛彈 正正飛彈用聲納可以嗎 有 正正飛彈用聲納可不可以 想想看 肯定不是他 正正飛彈 可不可以用聲納 好像也可以 也可以 什麼都可以 什麼都可以 對 確定嗎 對 你知道嗎 飛彈的速度多少 飛彈速度10度1000公斤 哈哈 10度1000公斤 直接這一關就不用 好 飛彈比聲波還快 你飛彈 你飛彈 你把一個聲波過去 撞到飛彈 他還沒回過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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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波飛過去 結果這個回波還沒回到你的雷達 飛彈已經到這邊了 飛彈等待你炸掉了 爆炸 飛彈飛的 飛彈飛的比聲波還快 看吧 所以你不能到聲納系統去撤飛彈 小玉仁 小玉仁是什麼 Android 那地雷 什麼是小玉仁 那不是Android 那什麼是小玉仁 小玉仁那叫什麼 外星人 叫外星人 叫外星人 叫聲波什麼 叫聲波什麼 叫聲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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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他把聲音傳過來 但是並不是我用聲納系統去探證 所以聲納系統 所以現在就是傳一下 有些人會用那個來探測 那外太空有哪些信心啊 但是他不是用聲納啊 聲納你怎麼能扯到外太空 這樣不可能 為什麼 因為在外太空的聲音可以告訴外飄 因為裡面沒有空氣 所以沒有辦法幫你傳 外太空沒有空氣 沒有辦法傳進生物 對啊 對啊 來聲音會亂飄 怎麼飄 怎麼飄 不飄 不飄 你要傳進生物 需要戒指 外太空間有戒指 隨便傳進生物 OK 好像有戒指 對 蛤 蝙蝠 蝙蝠 蝙蝠是一個生上系統 蝙蝠他透過他幫助高頻聲音 撞到飛的耳 飛的鷹 飛的蟲 飛蟲 不明飛的不停 然後那個不明飛的不停 然後那個不明飛的不停 然後那個蝙蝠就知道他在哪裡 那他一個聲音是用兩個耳朵 他耳朵很大 去接收他的位置 他傳過來的聲波 他就知道那個東西在哪裡 直面不如我再拖 如果有個簡單的試驗 大家把眼睛閉上 確定眼睛閉上 收手 然後我 我等一下在 我台灣在教室裡面走動 我放出的聲音 那等一下指出那個聲音的方向在哪裡 好不好 那表示 我們來試試看你的生上系統好不好 當然 可以弄我去 不行 沒關係 沒關係 好啦 我們講話 那個眼睛閉上 對啊 眼睛閉上 對 眼睛閉上 我們現在測試你的聲上系統 這裡啊 這裡啊 應該不在這裡了吧 腳部車 就在這裡啊 這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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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轉過去嗎 大概在自己的附近 筆出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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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手的筆出方向 對啊 對啊 你如果沒有筆出筆很相信 你可以用手指出來 對啊 啦 我沒聽到 那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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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對不對 是那裡 不要踢我啊 我身上系統 這裡啊 那裡啊 那裡啊 OK OK 謝謝 大致上 剛剛沒有錯 表現你的耳朵都很好啊 你知道為什麼我們要兩個耳朵嗎 一個耳朵可以聽得清楚 說叫他拿一下 來 一個清楚的指數方向 一個耳朵 一個耳朵 一個耳朵可以用指數方向 正面是個耳朵 正面是另外一個耳朵 因為耳朵聽到聲音的時候 你會感覺時間差 因為這距離比較近 這距離比較遠 這時間是不一樣的 對不對 T-O T-O 這兩個距離是固定的 耳朵兩邊距離是固定的嘛 所以你耳朵聽到聲音 不同的時間差的時候 你耳朵就可以看到是 在左後方 右後方 不一樣 是嗎 是啊 哇 哇 問題是我們自己大腦都直接做了這個分析 而不是叫我們去想法分析 再講一遍 問題是我們大腦都直接做了分析 而不是叫我們自己想法去分析它 所以我們都不用意識到這個分析被發現 對 我們不需要去意識啊 因為大腦直接亂處理 因為大腦做得很壞啊 等你去想 大腦停不准分析 你告訴我 左我聽到幾秒鐘 右我聽到幾秒鐘 我要自己踢算 對 你計算速度來不及大腦就判斷了 這是經驗問題 就像我們現在打籃球 有些人可以運動中 急停跳投出手進來 有些人是只能力定 出手進來 哪個比較難 跳投啊 跳投為什麼比較難 都難 因為你身上的速度很多種 你如果跳投的時候呢 這個人拿著球要跳投 他身上有速度向上 有橫向的速度 他還在把那球控制 讓他可以進到南瓜 他的速度很多種 他從一到 馬上力氣要判斷中 我現在出手的力道要強一點 弱一點 或高一點 或低一點 跟你逆硬的時候 完全不認 逆硬的時候只手出手 或是固定的距離 我不需要考慮向上的速度 不需要考慮前進的速度 是不是 可是可不可以電出來 你也能出來嗎 可是電出來 我去報告之後 等一下停 你必須先算好 物理的工事 你才可以去打籃球 很難 因為我們大馬 事實上比你力太多了 跑不見了 所以你可以 對不對 有人想 我說真的有人這樣算 真的有人這樣算 而且真的有需要這樣算 什麼時候 聚集 暗殺 對 暗殺 只有在那時候需要 但是大部分的時候 距離手上可能 一個訓練之後呢 他可以判斷 我現在的工數是多少 我出來的標誌 我是馬上去設計的 我不需要跟著他去計的 那當然有計算雷達 現在都有雷達的方法 那還有一個地方需要 坦克特就需要 因為坦克特的系統是機械的 他不是像人可以去做判斷 他只能去 看到我現在另外一部坦克特 走過去的時候 我就要抓前置量 那些前置量 我就要雷達去判斷 這台坦克的速度是多少 距離是多少 我現在設計要是 他車前面的幾度 我這樣可以撞到 他就用速 用速度去運算 但是人的本身 因為有很多 這是一個演化的結果 我們為了求生存 我們這裡有很多的方式 是已經都移 可是應該只是為了求生存 早期是為求生存 現在都不是為求生存 現在打球沒有求生存 壓力 那古時候他們要打獵 就是求生存 對不對 手手 對手 好 那其實人 就是一個很好的生存 系統 自然界就有了 自然界就有了 就是很好的生存 憲哥你有了 沒有 好 憲哥有 提到我突然想到 所以很多人都沒有叫 現在 你叫這個 你叫這個 那個 那聖娜跟雷達很不一樣 聖娜跟雷達 雷達應該是 什麼是雷達 雷達 對啊 在廣泛 然後咧 不知道什麼 然後 滅文的 不是吧 是滅障的 滅障的 你們在講什麼 雷達 不是那個雷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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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是一樣的 不是那個雷達 那是一個品牌 叫雷達 它是用來 它做殺 應該是用來 用做 殺 殺 雷達 雷達用來掃 地雷跟飛彈 雷達揮波 雷達揮波 好 那說什麼 雷達揮波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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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上座 用機箱子 你會看到嗎 好 我知道 雷達分位 不是 雷達 早期的雷達 現在就是 它們是用來偵測飛機 在哪裡 GPS 飛機在哪裡 它只是用來偵測飛機在哪裡 G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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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PS是全球衛星系統 現在雷達 這邊也都在傳統 喔 地球 在外太空上有幾個衛星 它有同步衛星 有幾個 有 像很多個 幾十個吧 現在應該有一大堆 已經變成垃圾的衛星 也沒有一大堆 這個是什麼 這是同步衛星 它就倒在地球外面 而且它位置呢 因為這個衛星 在 台灣的上方 它是真的 一直在台灣的上空 它就不會往下 它就一直直著你 然後 所以每個衛星都有 負面的位置 負面的角度 然後你就可以從它這兩點 去決定這個點的位置 你就可以知道這個點的高位 你把它全部畫出來 這就是GPS 不是你把它全部畫出來 把它全部畫出來 你小心 你小心小心 全部畫出來 為什麼 你畫畫看 那為什麼 外面再畫一個圈 畫一個圈 哦 昨天已經眼球了 直接出現了 好不聊 謝謝你 好 然後 這GPS 然後機械子跟雷達不一樣 什麼是雷達 雷達 剛才正宇講的一個觀念點 我 你說一個觀念點 你 雷達是什麼 雷達 雷達不是衛星 雷達不是衛星 雷達用的是什麼 電磁波 對 用電磁波 差別只有在這裡 我們 我們聲大器的 用的是聲波 我們雷達用的是電磁波 差別在這裡 主要感應的是 有充電的字 對 欸 我突然想到我們還去幾個人 陳佑 陳佑他到這裡 陳佑是病人 我不知道 是不是上次了 魚龍 那陳佑要去哪 陳佑去哪 陳佑去哪 他上下去哪 魚龍威虎 誰 陳佑 在車上追跳 剛剛不是講的 我剛剛沒提提 你怎麼會 我不是提提提 我不是提提提 他 等一下 找他們 那個 差魚龍 對 所以他只是 DATA只是 把那個 聲音 完成 對 所謂的這個 電子鍋 那電子鍋的速度就是 光速 肥膽會不會超過光速 不會 不知道 肥膽不會超過光速 肥膽不會超過光速 而且沒有 事實上就安心的提供 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超過光速 哦 你看 如果說 有東西可以超過光速 那就變成 搞不好 他已經在這裡 他已經在這裡 搞不好 我要走到門口的時候 我突然撞到一個 我看不到的東西 結果我就會說 因為光照到那上面 還沒反射到我眼睛 他已經到了 然後我就撞到他 我會看到的東西 這樣不太恐怖嗎 這是有可能的 如果要看到這個邏輯 你講是有可能 但是 你實際上不會 不會 不會有東西超過光速 不是 然後 現在應該還沒被發現 就是 如果之前有這些事情 然後假如 那個東西這樣超多 我們衝過來 然後我們已經先毀了 才看到那個東西 你回去看不到那些 別人 別人 別人看到這個地方 就突然自爆 有可能 但是剛剛那個 冠婷說 實在沒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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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科學的東西 好處於市場 很多東西是可以推得出來 別人發現 而且你推得出來 我也有 比如溫度好了 少過光速 哇 你可以找到一個地方 有一萬度的地方 可不可以 可以找到一個地方 一萬度 太陽也有幾千度 太陽也有幾萬度 太陽也有幾萬度 我們可以找到幾萬度的東西 沒有問題吧 哇 一萬萬就很多了 一萬度沒有問題 十萬度 一萬度 七 沒有問題 我可以找到一個地方 是 負一萬度七 負一萬度七 我就不知道 難道 是不是簡單 沒有 他好像是二七九 二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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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老師 魚雷的雷怎麼寫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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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雷 是啊 叫雷的雷 你記得 有一次 有一次 如果他很雷 他叫魚雷 你怎麼跟我想的一模一樣 好 看你們兩個的程度是一樣 我們程度至少知道雷怎麼寫 我們至少知道雷怎麼寫 我只是對學習對姿勢 進行一種懷疑 OKOKOK 好謝謝 我們可以找到這一萬度 我們可以找到負一萬度嗎 不可以 為什麼不行 因為他現在只有負二七 負二七九 側到 你想側到 我們只有側到負二七三六 沒有 我們只有側到二七三六 這個意思嗎 他是二十九 那能推算嗎 學老師他是二十九 會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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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量不到這個溫度 我們在能量不到這個溫度 對 因為現在全宇宙沒有這個溫度 對 這個好像是在低溫度 但是沒有這個溫度 沒有這個溫度 沒有這個溫度 全宇宙你去過全宇宙 平常全宇宙沒有這個溫度 你不需要看 知道或不知道 發現 像譬如說 萬元利 萬元利 牛頓 發現萬元利 他計算出來了 可是它後面是證明它 你需要你的時間 雖然美力都在地球上面 是被地球吸引著 這我也沒有想被期待 可是我們真正的去 用一個比較 你真正的在 真正的被實驗證明出來 是個人在實驗台 被實驗證明出來 實驗證明出來 你不要說發現 那你叫發現 發現 所以為什麼 像愛因斯坦人家說 愛因斯坦人家說 愛因斯坦很了不起 他一個理論科學家 他是理論科學家 他是理論科學家 理論科學家 理論科學家 他說他的實驗室在哪裡 家裡 他的實驗室在 黑馬 他全部用算 他全部用算 全部用想 他的實驗室就是他的黑馬 他沒有做實驗 愛因斯坦不做實驗室 這樣的有 他只觀察 觀察還不先想 這樣他萬一就跟你想 他不急出來 就覺得 好,這場零了 愛因斯坦人 這個東西是算出來的 因為 雷射 雷射這東西 找到愛因斯坦之前 呃 不是 說說 雷射是愛因斯坦的理論 發現 他計算出雷射這些東西之後 隔了好幾十年 才發明雷射這東西 對 發明雷射之前是沒有的 所以他不是發明 但是愛因斯坦光用想 就想出來 可以做出這樣的東西 那為什麼要花時間 蛤? 很多東西是你想到 但是你做不到 是因為你沒有技術能力啊 你沒有公益啊 所以你在說愛因斯坦 被那個時代的科技所限制 你可以這樣講 對,你可以這樣 那你換個角度想說 如果沒有愛因斯坦 這些都做不出來嗎 就不會有人罵你嗎 就不會有人罵你嗎 就不會有人罵你 還是會有人罵你 因為你慢慢時間到了 就會有人罵你 只是愛因斯坦比那些人 再稍微少一點 他就先罵你 不是這樣講啊 這次剩下一個人罵 叫我最愛因斯坦 對啊 說不定什麼 生愛因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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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 地震機嗎 地震機 很多人啊 中國有很多地震機啊 中國有很多人知道 好像是可以預測地震 我不知道是不是 預測地震還蠻沒聽說 現在預測地震 應該只有在地震 適合讓他來搶 對對對 但是他不是預測 他就說 譬如說某個地方地震了 我可以知道 那地震是在哪個方向 而且是多麼強 對 大家多強這樣 可以知道 但這些東西都是 就是要靠震動來打一下 因為靠震動 如果你要預測的話 其實看動的話 那麻煩你等一下 好好仔細觀察一下機具 然後告訴我 怎麼會放在地震 好不好 好 你也是地震啊 你要觀察一下 什麼時候會放在地震 不知道 對啊 所以這個東西 是你的說法 沒有被證實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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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沒有辦法證實 就是說 你沒辦法 我們想說 我們在學數學 我們在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要學函數 為什麼學函數 在科學上函數非常重要 為什麼 函數 函數 函數什麼是函數 就是丟一個x 就是丟一個y 對 丟一個x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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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得到y的值 這在科學來講 有個可預測性 對可預測性 我放在這邊 我用棍打它 我只要力量對著 它就飛出去 那叫做可預測性 那叫做可預測性 我輸入一個x值 我就得到一個y值 我是可以被預測的 知不知道 好 那我不能說 我看到 三隻狗在那邊跑跑跳跳 我們就說明天會地震 希望你們可預測性 沒有 我看到一群馬路 我就說明天會大地震 可以這樣嗎 可以 你這樣可以說 說了不見得準 只是不小心碰到 你看看我多準 我就是大師 你看看 我是為補先知的 我看到我做了一個東西 我到下一堂那東西 會打到你 對啊 很多 這叫做預測性 我丟個東西過去 我就可以預測性 可以打到你 可是你知道嗎 我說 我一定想看你它走 那不一定的 到那天後過來 我如果閃得過就會噴血 可是 很多 很多大師 很多大師 他們都說 我是 我是可以為補先知 我是先知 所以我可以知道明天發生什麼事 他就想說 我估計 下個月 在南方會有大地震 明天會發生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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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沒多久 真的是 在下個月的某一天 在土耳其發生大地震 你看我說 我說得多準 對不對 他講得很籠統 很這個 很妙 真的好妙 他講得很籠統 你隨便這麼說 全都很妙 很渺小 全地球 哪一天沒有地震 每天都沒有地震 對啊 你只是大小而已 不要說全地球 全台灣哪天沒有地震 每天都沒有地震 每天都沒有地震 你要說對這個方式 人家講個大概的方式 東邊會發生地震喔 真的啊 這個說對我就厲害了 結果來求我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什麼時候發生地震 他就先拿錢過來 先拿錢過來 先拿錢 所以那個東西 有時候聽聽就好 現在目前來講 我沒辦法很準確 這時候想說 什麼時候地震 那個很難 那個很難 好 現在只是說 我們盡可能去做一些 預測 因為避震地震波比 我們現在可知道的 電磁波速度還慢 訊號還慢 假設我 各地都裝這一些 針測器 在這個地方有一個劇業 稍微劇業的震動 的時候 我就把訊號傳到 表面的地方 我可以讓這邊的人做準備 頂多整張座位 日本就是要地震的時候 好像會一直傳染 傳染 傳染 他們現在不要做事情 第一次都會有拉到 先試 他們會 等一下你們講的是 不同的事情 好 那個之前你告訴我們 就是那個 他說地震發生的時候 譬如說 今天在東京發生的一個地震 然後 在全日本各地 他們覺得地震不停傳到 因為他地震一發生 他可以馬上探測 探測他的 那個什麼資料 然後 就會像 像是 我今天在京都的話 那我就可以 馬上收到一個 什麼 那個簡訊說 現在 要什麼地震 然後你會 你會獲得兩到三秒的時間 趕快躲起來 對 反應就是 剛才訊號比 地震破傳的 所以你知道這個地方地震 這個地方你還沒躲 可是遠一點的還躲 對 所以我朋友覺得他有兩秒鐘 三秒鐘時間 怎麼可以躲啊 所以我就可以做 這樣的狂犯 但是我沒辦法說 十分鐘後會地震 我沒辦法 你知道為什麼地震之前 都會拉到一些 在深海裡面的生活嗎 目前還沒辦法得到這個 相 相依性 我沒辦法得到這個相依性 說 這個 這個 震波 我看到雨 跑上來了 我看到地震發生了 可是我現在不能把這個 魚就直接放到X 魚就是X 我看到魚 浮起來 不知道會發生地震 有 有嗎 我現在不知道啊 因為 魚還有很多種啊 所以我們現在剛好 兩隻魚打下一隻 輸了跑上來 對 你怎麼知道那隻 是因為地震的關係 跑上來 要問他 要問他 他也認識 好啦 那我們需要您大師出面 好不好 那個 OK 所以 很多東西 科學上是可以推論的 我剛剛講 這個溫度的部分 是實驗證明 他就是沒辦法 超過-273度 OK 我事實上 我們也聊不到-273度 你在那裡 聊到-270就已經很難了 好 現在目前整個宇宙充斥的溫度 3K 我們講3K 3K 3K就是 目前的 大概比較 3K 在星球的旁邊的話 就在3K 每次22K還有3K 對 還有3K 你說什麼 3前度 3K不是3 3度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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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凱視溫度 凱視溫度 凱視溫度 是叫絕對0度 絕對0度 就相當的 乎 負的273度 C 整個宇宙是3K 而且它的溫度 它是負了270度 左右 現在你總共就是3K 270度而已 負 負的270度 他為什麼不在太礦呢 我們不會被放出 因為有沒有大氣塵 太空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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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老师 我要问第四题 光束在不同的介质中 会改变什么 光束啊 不是 我说你听完问的要很清楚 我说光束 光束这个速度 在不同的介质上会改变 光的速度在不同的介质上会改变 那是我看错 光束在不同的介质上会改变的 就在水中光的速度会比较慢 在玻璃中光的速度也比较慢 在空气中光的速度也比较慢 在真空中速度会更慢 光束我们目前来讲 又有人用石的方法 把光尽量解除 光的散播需要戒指 光的团队必须要戒指 我们刚刚讲光有粒子性 我们讲错的东西都要讲 一个叫粒子性 一个叫波动性 波动性需不需要戒指 立体性呢 举个例什么叫粒子性的传播 光 电磁波 什么 外太空我们可以看到星星啊 但是那只是一种说 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啊 但是我们现在说它可能是粒子性 什么叫粒子性 电磁波 电磁波跟粒子性很关系 电磁波怎么样 没事 我们人 是一个物体 我从这边走到这边 我是靠波的传递 还是靠本身实体 这个人的本身实体 这实体的移动 所以一个东西的移动跟 移动 跟传递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没错 我们讲传递是 波的传递 它是把人家传过去 它本身不需要移动的 譬如这个是一个 一个棍子 你是在讲这一个吗 我在讲第四题 不是现在讲第二题 第二题 我譬如说 我现在在这边加温 多数度会从这边传 过去到那边 对 在船的过程当中 其他这个颗粒会跑回去 不会 不会吧 这个分子颗粒会跑回去 不会 不会吧 所以这温度的传递是靠什么 靠温度 靠什么 靠他的 靠这个温 戒指 靠戒指 但其实是这样讲 因为我是一个奔子 他是一个奔子 来上来 我来啦 然后呢 我这边就开始 温度开始传递 因为我们这样讲 就是慢的震动 可是开始 他这震动开始传递过去 我这震动他也变得很快 他这震动很快 就讨厂他也变得很快 他震动很快 就传到下一个 你震动很快 所以大家一开始 越来越震动越快 我就知道 你震动越快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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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温度越高 只想要陪你了而已 你的震动越快 你的温度越高 就这样 这是要过度的传递 那坡呢 我这样 拿这样 他就 就传过去 他就渐小 他那个东西是 你一样是 分子跟分子间有间谍嘛 所以他传过去 分子间一直往前传 他这个就像水坡要传 那应该是渐小 渐小 什么叫渐小 渐小 传过去不见了 传过去不见了 他传过去就像打撞球 你叫什么叫定竿吗 蹦蹦蹦 这个球会不会传过去 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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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 光处会 随着那个戒指的密度不同 而感觉他的脱出 对不对 是的 一般说的 对 我们现在在讲第二题 第四题 我在问第一题 他说第一题 我们现在说的波的传递 都是靠戒指 所以戒指有紧密强度 还有质量 各种各种特性 所以当波传过去之后呢 波传过去之后呢 他在这种戒指之间 他就会强在不同的地方 速度会快一点 或速度会慢一点 比如一条绳子 我举个例子 我是拉的很紧 波数会快一点 或拉的很收 收光的波数会快一点 拉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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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跟这个大家 你为什么说 你为什么说 就是这条绳子 我拉的很紧的时候 我穿个波 假设啦 这条绳子 我拉的很紧的时候 我假设穿个波 会快一点到对方 还是我松松的 穿个波 会快一点到对方 应该是拉的很紧 拉的很紧 还是拉的很紧 我这样跟你讲密度 我要是这样紧或紧 那就是紧 好 要有感觉吗 Jay 有感觉吗 有feel吗 松松的都穿很快 那feel 不好意思 只是我们同时 他被用打 一定有一个选 不要再猜 我问你有没有感觉 感觉 什么感觉 feel feel 什么feel feel没有错 我知道 对啊 我直接看完 你怎么会有误狼吗 字简 Fu 拉的紧的传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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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个问题 再一个问题 这个绳子呢 假设很重 跟很轻 拉的紧度是一样 拉的紧度是一样 现在拉的紧度是一样 很重跟很轻 选哪个传能快 亲 重 Fk 不要一定要讲出不同的答案 OK 虽然是二选一 但是你要想出为什么 是为什么传能比较快 什么 我比较紧的传能快 你为什么 一条绳子 两条绳子 拉的紧 一条是 轻的 密度很小 一条是传能比较大 传能比较大 所以谁传的比较快 传能比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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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颈度是一样的 他的绳子 他比较多颗粒 所以他容易碰到 他撞不到个 搞不过他一撞 他撞到两个 那我要传能比较多 传能比较快 你轻的会怎么比 会 有没有什么都会 他 戒指比较少 所以缠的东西比较少 戒指都绳子啊 所以戒指比较少 多少都能比较少 关心容易被改变 对关心容易被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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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的加速度很快啊 加速度很快 加速度很快 当然像那样末术比较快 末术比较快 末术比较快 像他传能比较快 这个还是亲的 亲的啦 对哦真聪明 哇这也好聪明哦 没选重做什么 好 那再次光 很聪明 很聪明 怎么样 喊谁的 喊这一名的 好下一次 我是小 那我们再回来 光的 光的传递需要戒指 光不需要戒指 光的传递是哪 就是说所有的物质有两个性 就是波动性跟粒子性 好波动性跟粒子性 那其实我本身也有波动性 因为我所有的分子都在战斗 在哪 真的啊 这我的客人 但是光他只有力气 光也只有两个性 光为什么会有波动性 你现在就要讲 光会有什么波动性 但我们应该看不到吧 为什么有波动性你就看不到 我觉得我看不到 这是两件事 但是你只要眼看出来 光的传递就看不到 我看不到 我看不到 好 不管光怎么刺激 它感觉是网膜 你就是因为被刺激到 就可以看到你 我如果用电刺激的 伺候膜 你会觉得前面有东西 懂了 对啊 今天有什么 不知道 我只要用电刺激的伺候膜 我就觉得 如果很简单 你眼睛闭起来 你用手头去压你的眼球 你会觉得前面有点亮亮的 好痛 我会觉得前面有点亮亮的感觉 对吧 有吗 因为我的手不会发电 不会发电 那你被刺激到 你身上有被刺激到 对 波动刺激到 被光刺激到 波动 只要有被刺激到 光没 我老是老是老是 不管光是波动 或是光是溺子 你只要被光刺激到 那我们看到 光横跃太空的时候 光就是一种溺子 这溺子就好像是一个 是一个物体 这样丢不去一样 你自己去 你自己去 丢到了 丢到了 你注意了 对 慢点 他那个带 我会被砍掉 我用栗子的 是横跨了太空 这太空是没有戒指的 他给人家说它是栗子 那怎么证明它是栗子呢 我们都证明栗子是有碰壮的现象 所以就有人用 纸 用一个板子 前面是白色 后面是黑色 再一个正面 往下 撞到呢 他就被推动了 他就被 我上一回讲过 上一回 你没在说什么 拿来做个小的公车 我和你听到 他做个小的公车 拿到公车四个板子 这个玻璃罩 玻璃罩的时候 你会抽成空 然后这四个板子呢 一边是黑色 一边是白色 光照到黑色的呢 会被吸收 光照到白色的会被板函 所以两边的动量差不一样 为什么 为什么 它要证明光有粒子性 好 严格来讲这样子 照到白色的 为什么它是白色的 因为它里面的 那叫 为什么你这样子白色的 因为它光过通的速度不同 不是 因为它 因为它会吸 诶 我想问了 因为它会设施 假设 我看到彩色 是因为它会反弹所有 假设这个光 照到这个物质 然后这个物质把所有的光吸收 请问你觉得这个是什么颜色 黑色 黑色吗 因为没有光 白色 黑色 那假设光照到这个东西这样 红色被吸收 你会看到什么颜色 我会看到蓝色和 没想到不对 三圆色是 红、蓝、绿 就是红色、虎色嘛 就是绿色嘛 对 那假设这个东西照它 然后 那个 所有的光都被反射 你会看到什么颜色 彩色 对啊 彩色 对啊 什么颜色 就是白色 就是白色啊 粉红色 光 你看它就是白光啊 因为它所有颜色都存在就是白光啊 是啊 对啊 所有颜色的效果就是黑色 白啦 那你怎么解释粉红色 粉红色啊 就是它 反射出比较多的不同的光线 白色 各种颜色都有 但是红色多一点 红色 黄色不会就是 蓝 诶 黄色是绿色 还是红色 黄色 黄色就是蓝色跟红色被吸收了 黄色的话 是红色跟蓝色被吸收了 那只有白色出黄色 那 所以白色的光 白色的板子 会把光反弹出来 这样子啊 黑色的 会把光给吸收 所以 所以一边的 一边撞到是被黏住的 一边撞到是弹进去 所以它的动量差不一样 未来学到物理 然后学到动量就这样 它两边的能量就不一样 所以一边力量大量 开始推动 真的 真的真的 下次你去科学博物馆 就可以看到这样子 你去科博物馆 好 所以光的传递如果都在太空中 他都地质的现象在传递 那个 这位先生 他在看超猛 可以把它插出来 谢谢你 好 好 那什么是光的直径性 光的直径性 光的直径性 什么是它 我听错 我听错 我听错这个圆的直径 你写光吗 我写了啦 光的直径性 什么是光的直径性 所以是错 所以它不会喘歪 我们不会一个人讲话 所以大家就收一下 抽签 停 停 好可以 就是它光在 那个 行 就是在 运动的时候 它不会转换 对 OK OK 它应该是不会转换 所以当有东西挡在 我们前面的时候 我就看不到你 对 对 对啊 你不是什么都知道 一到的时候 就会把你那个 镜子吗 你会镜子吗 可以做个实验 有什么实验可以做 有 我在 天黑的时候 拿头灯往上照 我看到一条光束 那是因为中间有灰尘 它可以 那个光照到灰尘尘 它会反射到我眼睛里 所以看到眼睛 所以看到眼睛 我看到它是 对啊 对啊 OK 好 今天还有一个方式很简单 就是你拿的东西 放在太阳光下面 你可以看到下面的影子 这影子的方式 跟你的物体 会刚好几乎是 切齐的 切齐的 但是 因为光不会转弯 好 可是光会会转弯 光真的不会转弯吗 当然光会吧 光会转弯 光会转弯吗 因为呢 假的光是拖动的时候 它是没有质量的 可是光是粒子的时候 是让它带一点小质量的 它是粒子的时候呢 譬如它进入一个 比较大的 星球的时候 光会转弯 为什么会转弯 对对对 光会被引力吸引 谢老师 如果光是粒子 所以它的质量很小很小 对 那我这样的话 我可以用一个 所以我拿光照在 那个 我想看 体重机上 它在两个月会出现 不会出现 因为它很小 很小不应该 像空气也会 你把它用转弯在中期 它会有零点 多多少颗 你要能够 你的机器 你的机器 用精力可以测得到 你的机器用多精力 都测不到 为什么光可以被 那个 微信引力 可以 因为我以为你实陣的 有质量 两个物质就比 那我怎么照不到 装不到 因为它太小了 所以如果 这因为它太小 它很长 所以其实 还是有办法装到的 还是有办法装到的 怎么装 它在做实验 它用 可能是用 用什么方式 不知道是极低 用它什么方式 它就是把光 给光子 给它减速 减速到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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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的速度 然后可以看到光的样子 可以 有一点 有一点 我可以讲 就是 给两个物理学 做这个实验 它把光 减速了 减速 我怎么做 我知道 它可以把它折掉 它给它一些特别的戒指 光打到戒指之后 速度非常非常非常慢 然后呢 就可以看到光的 单一光子的特性 好 我们也来做这个吧 好 先教育教育 不好意思 我们有很能力做 教育加油 好 光会转换 所以当这个光转换的时候呢 假设我们镜头在这里 我们会觉得 光在 这个会觉得 这个光 假设这是很远方的一个星球 很远方的 遥远的星球 我们觉得这个星球在哪里 在哪里 我们觉得这个星球在这里 我们觉得这个星球在这里 感觉到这个星球在这里 好吗 好 好 下个 我会躲到 比较 比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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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